所以这个违建嘛 所以就是苏嘉全老婆讲的 我们可是合法 我们有执照啊 你们不合法 你们没有执照 那这个不合法的违建 然后要由这个特勤来 要由这个国安 来帮忙这个看护 然后你看到 这个赖清德老家 景邻的老仓库改建之后呢 进驻特勤人员 他是属于赖清德堂弟的 还收租金 还收租金 很赚哦 这样还可以收租金 然后这个竞选办公室说呢 一切是按照这个法规办理 没有特权 本来希望无偿 但行政部门依法不能无偿 所以试驾成租 然后网友就说 你违建是无偿占有 然后你却出租 还收我们国家的钱 国家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吗 那当这个比亚康之后 这个特勤在今天冬至的时候 冬至极闪 国安局的声明 赖副总统宣布 要交付公益信托 所以呢就不属于 他安全维护的对象 那就要办理撤收事宜 所以派了三辆卡车 然后今天一路有直击 我们稍后画面会看到 就看到脱水机 烘干机 冰箱 一个一个排出来 门口的钢绍也拆除 床垫 亮哥你看得真仔细 床垫陆续搬了22个 很多床垫了 真的啊有22个 22个床垫 因为他有两层 我估计是因为 施工的时候 有工人也要睡 所以有22个床垫 不是 我跟你讲 我在特勤组在 OK这样是 他那个是轮流休假 那是他们的营区 的概念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位 那可能有22 一组人22个人住在那边 本来说是10个嘛 本来说大概10个左右 有4个人在休假 那回来他也要有床位给他 他不是一天到晚 你说两组一组10个这样轮 轮流休假 每个人都有一个床 就像我们当兵 对不对 营区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铺位 那你休假 那个床位就没有睡嘛 可是一定要给你一个铺位嘛 表示说他这边这一组的人 就有22个在这边 边组一组人在这边 两个班啊 两个班 好 然后这个吴子嘉总事长说 国安局仓皇出走 调这个将官来搬洗衣机啊 等等太不像话 那国安局呢 照理说应该是指 听命总统一个人 他认为蔡总统非常火大 这个丽将军你怎么看 这个特勤帮忙看维建 然后现在仓皇出走 仓皇逃离赖皮疗 其实我在国安局 特勤队也服务过 那就是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我就住在李登辉他的家里面 所以他里面运作的情绪 我很清楚 其实我现在先问你 你现在特勤队派去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保护赖清德 他是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还是以副总统的身份 你不管是这两种 任何一种身份 你特勤组都不应该 派那么多人去保护他 你只能有一种身份嘛 你不能说 我这边我是这个总统候选人 对不对 进了门以后 我是副总统 所以我两边的特勤 我都要 不能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 副总统那时候 我在警卫室的时候 其实上副总统那时候是连战 他只有一小队的警卫人员 然后他住在哪里 一小队大概几个人 大概其实不会超过20个 可能只有十几个而已 为什么呢 他们也没有说住在那个 也没有说全部住在副总统的家里 住在哪里 又住在官邸里面 官邸里面 他那个房子长怎么样 是里面是他两圈 里面那一圈是总统的 他里面 围墙里面还有一个围墙 真的总统是坐在里面 那个围墙 外面的围墙 其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营区的概念 就是我们那边 他们都有 这个特勤人员 或维安人员都有宿舍 每一个都有床位 可以住在那里 那是我住在外面的围墙 那他扶勤的时候 他比如说我今天要 跟总统出勤的时候 他才出去 我们如果听过一些名词 比如说内卫 外卫 内卫组外卫组这些 有扶勤的时候 他才跟着总统出去 那这些人就住在总统家里面 那副总统那边 那时候连站副总统 在他的大厦那边 有租了一栋房子 确实是有租了一栋房子 可是是执勤的时候 他才过去那里 就是保护副总统的安全 那平常不是说 我今天这个组20个人 我就租一间20人的宿舍 不是啦 就是我今天 比如说副总统那边 我需要执勤的时候是 今天他有 每天的勤务不同 可能是他要去哪里 四岛或者随从出去 比如说五个人六个人 那我就住一间 够五个人住的房间就够了 那大部分时间他还住在营区 执勤的时候 他才到那边去执勤 那时候也是住了一间房子 在那个地方 在副总统他家的这个 他住的房子的对面 住了一间房子在里面 所以今天来讲 我刚刚听亮哥讲说22个铺位 这真的是很离谱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今天你赖新城 你住的地方 有没有警卫室 不是这个地方 其实按理说 我们那时候警卫室派的人是 一定有 你住的地方我才派 一定有 然后不是你住的地方 我没有派 就是你要去哪里 我陪你去 另外我特别要说 总统跟副总统 有时候他们身为这种职务 来讲的话 他本来就不自由 你不能随便乱跑 随便乱住 你是负责国家安全的 你在安慰关系到 整个国体的命运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事情在安全方面 危安方面 必须要听我们警卫室的 他是偶尔会来住吗 对所以你就不应 不是你偶尔来住 那时候你可能偶尔来住的话 你我评良音讲 你也不能偶尔去住了 对不对 你今天当到副总统 你就不能说偶尔去住哪里 你就浪费国家资源 那你不能说你偶尔去住 你派个警卫室在那个地方 你今天你该回家 你就要回家 我跟你讲 那时候 我记得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有一次就跟我们起争执 你知道 那时候我们 那个市委长很有尬事 说你那个李登辉要走国道3号 市委长要走国道1号 为什么 你说你走国道3号 那边现在正在塞车 你走那边会引起民怨 李登辉会坚持要走国道3号 市委长就不行 一定要走国道1号 那边会引起民怨 那市委长叫王毅典 那后来李登辉又听市委长 他说你这会引起民怨 他那时候会 虽然说嘴巴嘟囊 在那边念 可是他会尊重我们的意见 因为你这个东西是 安全问题是我们的专业 那我们之前已经在那边部署了 不管是这个道路的交管 或者是安全 所以市委副总统不是你想住哪 就可以住哪 不能这样 你当到副总统这种层级 你的安全不是说你个人的安全 对不对 你要不要就不要当副总统 你当到总统 我问你 你看蔡英文什么时候 回什么地方去住 也没有嘛 他如果说要的话 一定是要经过国家 国安局那边核备 然后经过安全部署检查 都没有安全上的问题之后 那你是因为公务 才可以付出那个官邸 所以在这边有个常设的钢烧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国安特勤 他规定的是住居所 住所就是你住的地方 那赖兴德是 你一定住在官邸 那居所 坦白讲 如果有一个人房地产很多 他刚好又当选总统 副总统 那我们维安编制要扩大是不是 哪有这种道理 所以他一定有选择的 比如说蔡英文就是代号叫永和 就永和那个房子 那赖兴德你的代号叫万里 可是问题是 可是问题是 他还有另外一个居所 是他太太在台南 那你不能够说 比如说以前阿扁 他妈妈住在民生社区 那阿扁住在官邸 那民生社区就真的有警惠 那蔡英文也是 永和的住所有警惠 你不能够所有的 所谓的住所 居所通通都有 那如果你的居所有好几个 那我们国家国安特勤 都给你一个人用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说 有一些地方不是常住 你是偶而去 偶而去 我跟你讲不可能用国安特勤 了不起就是 当地的警察用个巡逻箱 就差不多了 怎么可能用国安特勤 那时候李仁慧他不是在大西 有一个宏喜山庄 那时候他去宏喜山庄住的时候是 我们才跟得去 零食物嘛 他不是说一直在那边 他有这样规定 他说住所居所 还有行径中的场所 那个就是行径中的场所 那是跟着走 那就是你去那边 我们才跟着你过去 我们责任是保护你的安全 这个才合理 我不是保护你的房子 你那个房子要交给保全 你自己去雇啊 你用你的钱啊 你怎么可以用国家的呢 顶多就是警察去弄个 那个巡逻箱 那是当地警察 而且我再跟你讲 国安局那个理由根本就瞎掰的啦 他说因为他已经交给公益信托 我们就测 公益信托什么时候有执行啊 根本没有执行啊 根本没有啊 因为你的信托财产的法律 还不确认嘛 所以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办 我讲白了 这个肯定是蔡英文下令的啦 他觉得实在太难看了 因为你滥用国安特勤 这是总统府该管的啊 但当初他用的时候 总统府不知道吗 一定知道吧 因为没有被烙碗爆料嘛 我跟你讲 蔡英文不见得知道 真的从从不会去管到你们 就是没有被爆料 就是不会去管到你这一段 变成那么大的心文 然后大概都是什么 我跟你讲 这整个经过大概就是什么 就国安局局长去拍赖心得马屁啦 对 我就派个组去那里 他也没有跟总统报告 总统也不会去管到总统 合理推论是这样 我们平常讲总统不会去管到总统 可是总统现在知道了 他就觉得很生气 让新闻闹出来就很生气 他很生气嘛 滥用资源嘛 我再补充一个法律 那个部分上是讲错了 说这个矿业法之后 那地方就可以单独处理 不是的 刚刚你那个前一页 来前一页导播换一下 前一页 你那个法律不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 让矿工工僚法律身份明确 对不对 市政府不能做 因为这个是属于 非都市计划土地 非都市计划土地 只有内政部能决定 所以不是地方的权 对 那更好了 新北市2019年 就成功闻到中央去了 对 都没有处理 这个是侯正营提出来的 说我们早就申请了 想处理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处理 因为非都市计划土地 不是市政府能管 所以是民进党政府不作为 当然是 因为公文已经沉上去了 那内政部都没有回文 因为它如果 为什么它没有回文 因为中央政府不能够个案处理 它要一体试用 那官僚的土地 公僚的土地 哪里只有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没有处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要赖到新北市 是说不通的 对了 但不管是新北市也好 中央也好 这个民进党执政那么长的时间 而且他当过行政院长 是啊 对不对 苏登昌也当过行政院长 所以赖清德 都情形一时 根本就从来没有过同理心 去同情他周边的邻居 然后今天他要把这些矿工邻居 拉到身旁来保护自己 就是被人家讲违贱 你就扯邻居 被人家讲台独 你就扯对手 所以我们都是台独 就这样 那坎坷 就是这样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